而这要最新进展是下午的时候 唐氏镇协会人员也带着这名女子重回素食店买冰淇淋 你要了解详细状况 我们明信给记者王富 好的主播观众为了声援这名遭素食店流浪汉大声咆哮为由 而报警处理了唐氏镇王姓女子 中华民国唐氏镇协会男区会长在下午是号召了多位唐宝宝的家长前往这间素食店 并且由自己的女儿陪同王姓女子再来到素食店点购冰淇淋 而随即男区会长也跟店内人员提出呼吁 希望这间素食店方面能够面对个性温寻的唐宝宝 能够更加的多加体谅关怀 一起来看看稍早前的情况 对于身心受限制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漠视 跟人权的一个侵犯 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跟痛心 那我们希望会公司在内部员工训练 还要再更加强 透过镜头我们看到唐氏镇协会 是希望这间素食店能够尽快出面道歉 也强调唐宝宝个性温和 绝对不会胡乱咆哮或是攻击人 而对于这家店家基于商业利益 将患有唐氏镇的王姓女子赶出店内 感到相当的遗憾 也希望这个事件未来也不要再发生 好的 以上就是目前最新的情况 将镜头专还给彭丽直播 好 谢谢四五商 我们以后会有完整报道 谢谢大家